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要推荐的无庸置疑就是白水 我们身体重量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水构成的 多喝白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新陈代谢 排除体内的废弃物 而且它不含热量 不会增加我们从饮料当中摄入的热量 201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用饮用水来代替含糖的饮料 平均可以帮助我们减轻5.15%的体重 而且据肥胖杂志的一项研究 在饭前喝水也是一种有效的减肥策略 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从而减少我们摄入的食物 如果想要喝水变得更加有趣和刺激 另一个选择就是喝气泡水 气泡水同样是不含热量和糖分的 它能够提供和白开水一样的清爽口感 唯一的不同是它里面多了气泡 不过我们在选择气泡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营养成分 确保我们购买的是碳酸水 而不是加了糖的气泡水 绿茶也是一款很好的减肥饮品 绿茶通常被誉为最健康的茶 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和咖啡因素相结合 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形成代谢 促进脂肪的燃烧 在减肥的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较瘦的体型 也有人喜欢用绿茶和咖啡的组合来帮助减肥 因为咖啡中的绿原酸也是一种美容的盛品 它可以防止黑色素的沉淀 紧实小腹消除疲劳 而且还能降血脂和三高 但需要注意的是 咖啡不能够加糖或者是加奶 并且绿茶和咖啡中的咖啡因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因此用这种方法的小伙伴 一定要控制好每天的摄入量 虽然绿茶的减肥效果是公认的 所有茶类当中效果最好的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而言 绿茶性寒 脾胃虚弱的人不易过多的饮用 所以这类小伙伴可以选用红茶来代替 跟绿茶比起来 红茶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发酵 颜色会更深也更加的温和 红茶中的儿茶素 可以温和地促进脂肪的代谢 并改善肠道微生物的菌群 从而有利于减肥 发布在食品与功能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111名参与研究的成人当中 连续三个月每天喝三杯茶的参与者 腰围和内脏的脂肪是明显的减少 对于追求酸甜口感的小伙伴来说 康普茶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康普茶是由糖 水和红茶 这个菇菌发酵而成的 属于发酵茶 在康普茶的发酵过程当中 里面的糖会转换成酒精和醋酸 所以整个茶的味道会变得酸酸甜甜 更富有层次感 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还会产生能促进肠道功能的益生菌 维生素C B组和具有抗氧化功效的醋酸等等 这些营养物质可以起到改善健康的作用 包括改善消化 加速新陈代谢 补充能量 以及是排毒养盐等等 并且之前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了 益生菌是可以减少人体对食物中脂肪的吸收 增强食欲 调节激素 以帮助抑制 暴饮暴食 并抑制与脂肪过量和腹部脂肪有关的炎症 喝惯了可乐和含糖汽水的小伙伴 可以来选择益生原苏打水作为替代品 并且这种相对来说会更健康的饮料 在许多的零售店都可以购买 它里面含有特定类型的纤维 可以促进肠胃中的有益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与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人相比 一些较瘦的人 拥有更多样化的肠道菌群 和更多特定类型的菌群 这些有益菌似乎是可以影响新陈代谢的 而且益生原苏打水 跟碳酸饮料口感会更加的相似 在帮助减肥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它也非常好喝 刚才我们提到了 黑咖啡也是一种健康的饮料 它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供 大量有益的抗氧化剂 和其他活性的化合物 有研究表明 不加糖和加奶的黑咖啡 可以减少我们腹部的脂肪和体重 根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报道 每天喝4杯的咖啡 连续喝6个月 可以让参与者总体的体脂水平减少4% 不过因为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能力 是不相同的 所以每个人每天适合喝的咖啡的量 也是有所不同的 大家可以先尝试每天喝一杯或者是两杯 来观察自己的感受 并且一定不要喝含卡路里 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咖啡饮料 下面我们来看苹果醋 网上有很多关于用苹果醋来减肥的攻略 虽然苹果醋并不能真的帮助我们溶解腹部的脂肪 但是有研究也表明了服用苹果醋中的一种主要成分 醋酸 可以帮助人们减轻体重 减少脂肪 所以想要减肥的小伙伴 也可以尝试一下 在水或者其他无热量的饮料当中 对入一到两汤匙的苹果醋 在两顿主餐的餐前饮用 并观察自己的体重变化 每天喝一杯柠檬水 也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减轻体重的 因为柠檬当中的维生素C含量非常的高 经常喝柠檬水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色素的沉淀 美白养盐 它里面的主要的类黄铜成皮带 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脂肪 在一杯水中挤入半个柠檬的柠檬汁 然后加入新鲜的薄荷 黄瓜片和草莓 每天一杯不仅好喝还能减肥 下面来看蔬菜汁 喝蔬菜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瘦身 还可以补充蔬菜当中的有益营养 蔬菜汁中的一些残渣 这个富含膳食纤维可以有助于减缓消化 而保持血糖的稳定 减少饥饿感 适合用来榨汁的蔬菜 包括了胡萝卜 甜菜 菠菜 芹菜 还有羽衣甘蓝等等 下面我们要来看看洋车浅子水 那么洋车浅子壳呢 是一种具有可溶性纤维功能的原料化合物 它具有许多已经知道的健康益处 包括降低胆固醇 控制血糖 以及帮助你保持规律 并且呢 有一项研究还表明呢 这个洋车浅子呢 有助于减少饥饿感 从而减少腹补脂肪和整体的体重 晚上睡觉之前 在温水当中加入10毫升的洋车浅子壳粉 那么搅拌直至粉末溶解 然后喝下 还有助于疏通肠道 帮助解决便秘 腐泻和其他的消化问题 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牛奶 牛奶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每天8盎司的牛奶 还含有8克的蛋白质 那么牛奶中的优质蛋白质 能延长人的饱腹感 它里面的乳清蛋白和烙蛋白 则有利于保持肌肉的质量 为了控制热量和饱和脂肪摄入量 可以选用脱质的牛奶 来代替普通的牛奶 以上就是本期为您推荐的 好喝又好瘦的12款减肥饮料 想要了解更多的减肥心心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